在东南亚老欧摩尼经济特区的第143天日常 今天睡醒了都已经是10点46分了 刚刚去洗了个澡 完了之后可以看到我什么都还没弄 头发都还没吹 接下来有好几件事要做 一个是帮家里把那个站对一下 一个是昨天拍的视频还没剪 现在边开着直播 边剪视频 边做站 完了之后 有药还没吃 我老中医我配的药 还有就是那个朋友给我发的好多消息都还没回 刚才开着播剪着视频 有位到老说想一起吃饭 因为我看他才刚来也不知道要去哪吃饭 所以视频没剪完 家里的站也还没做 先出去跟他一起吃个饭 让他熟悉熟悉一下摩尼这个地方 发心都还没弄 先出门再说 现在我来到了楼下 骑上我的小摩托 我们出去吃饭了 现在我跟上这个土耗 跑到了黄金小吃这边来 点了两份土豆腐了 发心没弄我挑毛毛照照的 网友说这样的发心还可以 但是有点遮眼睛啊 看凉的 要不然等下找个理发店修一修 修到眉毛为止 现在两个人酒足放饱 接下来准备去下一站 那些朋友到了爱上咖啡这里来了 三个月的站弄好了 只有12万我瞧 内的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三年内要么主动出国谋发展 要么三年后被动出国找工作 好了接下来出门去换友换友 中午吃饭的时候找理发店 交点理发 那个老板接了个充电的 因为那个网友他的耳机 Airport有充电 现在先去理发店呢 把充电器还给那老板 完了之后 去凯虹批发部呢取个快递 再之后呢 去跟朋友到店里面去坐坐 现在我来到了凯虹批发部这里取个快递 就那个彩灯 就这玩意儿 本来买来给那个导游店用的 他娘的现在怕是用不上了 头痛 好了 接下来在骑上我的小猫驴去匠南美发那边 把充电器还给他 对了 顺便跟你们说一声 凯虹批发部就在这个星期1.98的边上 过来两格就是了 对面是那个夜宵堂 我一般快递都往这边寄 像之前那个两双鞋子 运费也是6块 像这么小一个也是6块 现在我来到了上千小时边上的这个 将来美发这里 把这个充电器还给那个老板 是老板他家的小妹子 真好看 清凉的 现在我来到了朋友这个住在这里 把它一起拉到那个店铺里 现在领着一帮朋友到店里面来泡茶 有一位租我电动车的一个网友 他刹车用前刹刹了一下 然后手臂也插上了 刚给他喷了一下酒精 他说很烧 说明什么 我上次摔得那么严重 喷酒精我都面不改色 说明我还挺冷冷的 现在隔一堆网友在店里面泡茶 外面还有几个不进来的 现在我把店门锁上了 因为我要去办点事 刚刚在家里面办了点事 现在我又跑到客户这边来了 我今天 像我们中国要求玩乐那么快 好像也人不多 要求别那么高 我看到就那边斜队面那边 有好多人站在那边等 好像是应该要等待回国的 我才刚过来没两分钟 朋友就说他煮了什么猪脚汤 那我过去喝 他说没煮饭 还让我带什么糯米饭 我是不喜欢 我不带糯米饭过去 我给你们瞄一眼 刚刚我回家穿了件外套 轻薄羽绒服 不夸张吧 接下来到朋友家里面 吃喝他的猪脚汤 我叫这家伙准备了这么大的两个网 哇塞 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个猪脚汤来得很及时 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去办了点事吗 办完那个事挺需要猪脚汤的 兄弟们 猪脚汤已经上线了 哇塞 满满的胶原蛋白 好了 猪脚汤已经打好了 开吃 我擦 这猪脚汤真好喝 我光看这个猪脚汤的样子 一点看不出来 但真喝了这个汤味道相当不错 现在在主街附近这里吃 刚刚跟朋友在那边搭了一会儿 我们就骑着电动车到处溜达 找那个老欧妹 溜达了半天也没找到好看的 现在回到店里来了 烧水泡茶 现在店里面倒油 都是时不时的偶尔想到了才来一下 没想到都没怎么来店里 现在我跟这个朋友 两个人都在店里面发呆 各聊各的 他聊他的老欧妹 我聊我的老欧妹 都是挺默契的 刚刚店里关门了 又关到爱山咖啡这边来了 说点什么 都要说什么了 他娘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来蹭免费的WiFi来了 还是来蹭免费的咖啡来了 反正都是蹭 我说他老欧妹在酒吧里面喝酒 我们要不要去 还有三个没有主人的捕烧 我真不想喝酒 就算有三个没有主人的捕烧 我也不想去 我就想喝一杯免费的咖啡来了 说到就到 心情有点低落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跟那个老欧妹聊抱月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今天刷到了一个视频 我真没想过他竟然是这么想我的 怎么说 我是觉得网友对我的支持 并不会因为啥我换的汇率低一点 这么说口岸那边的老欧币 我们收回来就是3250 所以放出去是3200 我是跟我合伙了两个人 等于说一块钱就赚25吉普 不过分 但是怎么说 别人量大可能别人收回去的是3300甚至更高 那他换出去都可以换3220 他赚的还比我多 他哪怕换3250 我收进来的价他换出去 他都还能一个人挣50吉普 我是按3200换出去 两个人分下来一个人都只能赚25吉普 我能怎么办 要不我3250收进来 我再3250放出去 这个老板娘给我弄了杯免费的咖啡之后 自己跑去喝酒了 她8点喝完菜回来 现在又跑去喝酒 好吧 也许这是他想过的生活 看起来有点累 我现在又跑到贴皮房 这边的按摩店来了 那个捕烧 不要让我换这个裤子 我不想换 换了裤子容易起肝 我可不想按个膜 等下还送个快餐 看起来的 有一说一 你看这个老窝的这个按摩场所 那是真简陋 所以我说我要搞个隔间的总比他这个要好吧 他们呢是这种拉穿帘的 我要弄个隔间的不好嘛 要是能来个合伙人一起搞就好了 有个人要加入的 我们一起至少自给自足 对不对 今天晚上的按摩又开始抢瘦了 今天给我按的是这个小胖牛 这小骨骚 他刚刚还在那边睡觉 我叫他都摇不醒了 我非给他摇醒 给我按 他好像喜欢我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应该是喜欢我 你看他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按完之后好像更空虚嘛 兄弟们 这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人知道的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睡眠之后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兄弟们 明天见 拜拜